你知道为什么对一个男人越好 他就越不重视你吗 我最近收到了很多的私信 都在问我类似的问题 你知道如何让一个男人 真正心里面有你 重视你吗 我告诉你 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都误不透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如何让女人在感情里面 做到游刃有余的四个办法 特别是最后一点 第一 你就是要清楚 最好的关系一定不是亲密无间 而是刚刚好 一个黏人的女人 在男人面前就是透明的 当你没有探索价值的时候 这个人的探索欲和成就感 就会被逐渐的弱化 它能给予你的经历 自然而然就滑坡式的下降 你看有一些女人 和自己老公男朋友关系相当好 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利用这一点 甜言蜜语 行为却有边界感 从一开始就保留一个 琢磨不透的给到她 男人征服欲望就始终都在 这是用最轻松的办法 做得最费力气的事情 即使你没有付出什么 对方的关注度也会持续都在 第二 用外在的魅力架势 代替对男人的好 其实你早就知道 对男人的好的效果 其实是恢复其为的 这是由于男性的核心需求 所决定的 他们在意的不是女人 对他有多好 而是女人有多少的探索价值 你一味的对这个男人好 对自己的身材 形象管理从来都不透露 最后换来的 不过是一个保姆的标签 得不偿失 外在价值这种显性的价值 放在任何的时代 任何的时机都不会过时 你的形象越好 他给你投入的关注度 就会越来越高 被关注多了 你就会越来越自信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 感情的正向循环 第三点来说的话 就是用感性来代替感受 男人对你的关注度 它一定是有生命周期的 从甜蜜期到磨合期 这个过程对你的关注 一定是成下降的局势的 如果它不主动 你可以就用冷 来代替作和闹 冷是什么 是神秘感 用作闹换来的 就是你和他不合适的证明 而且关注男人 是一件回报率 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事情 女人经营自己 能换来的就是魅力的加持 而一味地去关注这个男人 能换来的就只有换得换失 第四 最重要的一点 专注感情的人 永远都是一个 没有长大的孩子 你专注于做事业 财富就会向你招手 你专注于社交 圈子就会更新迭代 你专注于自我成长 认知水平 就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通透 而你越专注感情呢 就算你做到了极致 换来的不过是一个人 对你宠爱有加罢了 况且没有一个人 会把所有的精力 都聚焦在你身上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让你自己身上的标签 变成有魅力的女人